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日葵 今天的保卫萝卜会有什么新的小怪物呢 马上就要迎来小怪物了 我先建立两个炮塔 快来攻击这个道具 在道具里面竟然有一个炮呀 炮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哦 尽可能的去攻击道具 现在要积攒一些金币 再建立一个冰冻炮塔 快给它升个级 冰冻炮塔在整个关卡当中 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它能将小怪物进行冰冻 减慢它们的速度 这样更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攻击它 道具我们要尽量的都消灭掉 左边有两个小道具 距离我们比较远 所以先建立一个小炮塔 慢慢的消灭它们 反正我们一共有20波怪物呢 左边两个小道具删除掉了 现在继续攻击右边的两个小道具 所有道具都被进控了 现在就可以全面的面对小怪物 现在才第九关 宝宝们有发现吗 一般有20波怪物的关卡 在前十波里 小怪物的攻击速度都很慢 而且比较容易攻击 在前十波里 大家就可以尽量的去攻击道具 等到过半的时候 就要开始增加攻击能力了 这是建立更多的炮塔 我在这一关里 主要就是将炮塔都集中在中间部分 而且减速道具 要建立两个哦 这样才能更好的 使小怪物的速度降下来 当然攻击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一定一定要多建立一些攻击 让它的攻击强一些 这样才能比喻大怪物 一张眼获得了好多的萝卜臂 所以宝宝们 快来建立更多的炮塔吧 这是这个火筒炮塔 在攻击怪物的过程当中 还会获得一些小礼物呢 遇完后 小朋友们就会发现 小怪物的速度变得非常快 数量也会变得很多 遇到大怪物 其实是更好的 因为攻击掉一个 就会有很多的金币出现 最后一关了 别忘了 我们之前使用的方法哦 一般到最后一关 都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大怪物 比较难掉血 但是跑的速度很慢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先到这了 大家如果想要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可乐姐姐 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关注可乐姐姐